我总是有一种感觉 感觉日本人在日本那些列岛上 什么九州四国 北海道 他们是一个正常的人类 一旦这些日本人离开了这个日本列岛 他们一旦到了其他的地区 尤其其他的文化不同的地区和国家 日本人的被压抑的凶残就会泄露出来 就会表露出来 而这种凶残往往是长期被压抑 所带来的火山奔发地震式的凶残 因此我们才在日本法西兹侵略战争中 我看到那个被解放了的日本人